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目前呢 这两种默敏弹都援助给了乌克兰 中国和俄罗斯有没有默敏弹呢 当然也有 默敏弹的主要技术蓝点就是把红外敏感探测器和毫米波雷达小型化 小到可以装进155毫米的炮弹里面 不但如此 这些精巧的电子元器件还要能够筋收得住火炮发射时候的巨大的冲击力 大肯定火炮在发射的时候加速度可以达到14000倍的重力加速度 默敏弹制造难和这种恐怖的加速度的要求有直接关系 所以呢 苏联就用了另外一种办法 把默敏弹装进航空炸弹以及300毫米的火箭弹里面 发射的加速度就要小很多 而且从苏联的俄罗斯都造不出精巧的毫米波雷达 默敏弹上只有红外的制造的器件 这样带来的结果就是命中力很低 中国的默敏弹技术是从俄罗斯引进的 用在300毫米的火箭炮上面 我们很快就消化吸收了俄罗斯的技术 并且进行了再创新 现在中国已经能够生产和德国的斯马特弹药 一个水平的默敏弹叫做GP-155C 在珠海航展上曾经公开展示过 可以向国际市场销售 那我们自己用的型号可能比它还要先进的 我们的这个型号还有自己的特点 斯马特是用金手毯来做穿夹弹头的 价格非常昂贵 我们敢用铜价格很便宜 威力却还是有保证的 乌克兰可能用上了哪个型号的默敏弹呢 到目前为止 乌克兰从北约内里拿到了不少155毫米的火炮 包括美国的M777和M109 德国的PH2000 法国的凯撒等等 北约内部是实现了火炮口径的标准化 所有北约国家的155毫米的炮弹 都能用其他国家的155毫米的火炮来发射 所以从技术上来讲 无论是斯马特还是伯恩斯都有可能出现在乌克兰战场 但是从视频画面的推测 比较大的可能性 乌克兰用的还是伯恩斯默敏弹 因为斯马特默敏弹的降落伞是非常醒目的橙色 主要是为了防止默敏弹万一瞎火 战后打扫战场的时候 很容易发现或销毁 但伯恩斯的金手悬翼就不太醒目 画面上没有看到橙色的降落伞打开 所以乌克兰军队发射的很可能是伯恩斯默敏弹 默敏弹的出现给俄军带来很大的威胁 斯马特也是毫米波或红外探测双弓模式 俄军的装甲、坦克、车辆甚至是卡车 不管发动还是不发动 只要被他探测到就有被击毁的威胁 斯马特或者伯恩斯的命中率的大约都是59% 一枚155毫米的炮弹里面可以带两枚默敏弹 用简单的概率来计算的话 差不多开一炮就会击毁一辆俄军的战车 默敏弹并不仅仅是击毁坦克 如果弹头从炮塔上方打进 还会造成人员的伤亡 而梦想的俄军最损失不起的就是有身力量 要想克制默敏弹 也没有什么别的好办法 只能是摧毁它的发射装置 乌克兰炮兵一开火 俄军就必须想办法发现火炮的位置 定位并且把它摧毁 这需要非常高水平的炮兵侦察 或快速反应体系 对信息化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而这一点又正好是俄军 目前最缺乏的一个短板 用在战场上空巡逻待战的航空兵 来监视或摧毁乌军的火炮 也是一种很好的办法 但是这个对俄罗斯的空天军要求又很高 所以在后期的战斗当中 俄军要是拿不出克制莫免弹的办法来 很可能还要吃亏 好 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 旺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谢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